4号晚间玉里镇的长梁里发生一场大火 虽然没有人员伤亡 不过两栋仓库及两间木造房屋都被烧毁 家具农机具都烧成灰烬 复原工作非常不容易 而玉里镇公所在10号一大早派出清洁队的抓斗车货车 协助屋主亲运 镇长希望可以全力来协助屋主 4月4号晚间玉里镇长梁里发生的一场大火 虽然没有人员伤亡 但是两栋仓库以及两间木造房屋都被烧毁 家具农机具都烧成灰烬 复原工作相当不容易 玉里镇公所4月10号的一早就派出清洁队的抓斗车货车来协助屋主亲运 在里长的请求之下 我们公所立刻派出了 就是说我们清洁队的抓斗车 以及对这些垃圾的亲运 那当然因为火灾之后很多的这些受灾 受到创伤的这些物品 要拿到的地方非常的有困难 那公所这一次就协助他们把这些东西清印来做协助 让他们尽快离开这个灾后的这些伤痛 里长陈文华表示 看到屋主一家人辛苦的整理大型的物品 所以赶紧通报郑公所来协助 希望一起来为屋主尽一份心力 那天火灾后就去医院村 我要尽量帮忙 把这个 把这个环境清理干净 还有公所的吉兰救助 还有县政府的吉兰救助 就尽量帮他们申请 等后面后续的看 看县长还是镇长 那怎么就帮他们复健 郭文俊表示屋主一家原本就有经营自己的稻米品牌 也在农舍放置各种农机具 以及最新型的无人机 但是一把火所有东西都烧成灰烬 预估损失上千万元 目前公所也请屋主申请灾后的补助 希望能够暂缓屋主的开销 记者高双双玉璃圈采访报道